大家好 这个时候养金钱树给它施肥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这个时候是金钱树生长的季节 那么我这个金钱树在20天之前 给它施了一次这个富和型的肥料 那么现在长出了4根大的新芽出来 所以我们给它施肥一定要选择好肥料 20天过去了 那么现在又给它用第二次这个富和肥 我们给这个金钱树施肥 大家一定要坚持毛肥轻视的原则 你看我每次都是用这么一点点 20天到30天用一次这个富和型的肥料 直接把它撒到这个盆土的表面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而且非常轻松 非常适合家里面使用这种富和肥 20天到30天给它用一次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给它施完肥之后 及时的给它浇一次透水 那样金钱树呢大家还要把握一个技巧 一定要干透再浇水 如果不干透再浇水的话呢 这个根系也是非常容易烂根的 因为金钱树它也是比较耐旱的 它根部有一块大的萝卜根 这个萝卜根非常的保水 我们不需要给它浇水过多 浇水过多 非常容易引起萝卜根腐烂 所以我们把握好施肥跟浇水 那么春季这个金钱树就会长得非常的旺盛 像我车壳一样 长了四颗牙 下面还有一颗长了五颗牙 那么好了 今天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